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小鸡快跑 PCS4的比赛目前正在火热开打 在首日的比赛中小叮当就杀疯了 第二局游戏是一场沙漠地图 开局之后飘游战队所在的位置还算非常的不错 于是小叮当火力全开疯狂的杀人 其中飘游战队前三个人头全部都是小叮当拿到的 但是随着游戏来到决赛圈之后 却给韩国的阿弗里卡战队刷了一个天命拳 局势一度对于飘游战队来说非常难打 但是此时的小叮当并不慌张 他先是配合队友清理到周围的独廊 随后又和队友一起来到侧面 把AF战队落单的选手给击杀 并且转身又凭借自己精准的头皮枪法秒掉一人 然而小叮当的队友接下来却出现了很多失误 导致原本的四打一变成了一波二打二 好在最后时刻小叮当紧住压力 上演了一波不停peak的枪法 打死了AF战队最后一人 带队成功持极 其中他更是单人拿到了八杀 可以说当时把所有人都给看傻了